2009年莫拉克風災發生後 嘉蘭村紀念的嘉蘭及拉灣兩柱便橋 就一直沒有修建王宮 造成居住在拉倫倫及拉灣橋上方的居民 沒有辦法回家住 今年7月從警戒剛退休的黃志明表示 已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沒有回家 像我們住在拉倫倫山區的那個住戶 我們是富吉和那個都在那裡 在嘉蘭村本村或是那裡也沒有房子 也沒有住的地方 我從退休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回到家 黃志明表示由於家人人口多 而將老家給弟弟住 而他就帶著妻子孩子到山上的宮廟居住 但是便橋的修復工程遲遲沒有動工 想要回家的另一條路必須從西頭落到 往返一趟就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這一條路成為很難回家的路 而拉倫倫這個小部落約有三十多戶的人家 過去有觀光休閒以及民宿 也有家人村民種植農作物 現在都因為便橋不通而荒廢 其實拉倫倫三區幾乎都是我們家人村縣目前的那個農產品的那個什麼出產地 那邊如果說老白星沒有幫我過去也沒有幫我更做 荒廢掉 面對家人便橋到現在還沒重建完成 家人摩洛克風災這句會李市長很有意見 那如果整個整體來看 這個地方的空間 位置 剛才講的那個休閒 觀光 其實都是很好的一個潛力發展 如果以速度來講 那個貝利橋啊 工兵部隊那個貝利橋長過最短的地方 那其實是很快的 這項建議在去年發那筆颱風來襲時 軍方表示因為河床太寬 不適合興建貝利橋 由於住在拉倫倫小部落的居民到現在苦無便橋可以通行 金峰相公所已經向施工單位建議 希望趕緊搭設便橋 讓基民早日回家 記者考照VIOFLO台東 金峰採訪報導